胖菊被绿开始乱点鸳鸯谱 BGM一响 又响起了和长姐住在岁亦轩的日子 我也是 王爷和我果真心有灵犀 有情况 十七弟第一时间点赞和评论了幻璧的朋友圈 是真爱啊 那是因为幻璧的朋友圈 提到了他姐姐甄嬛 杀 不许抄袭本宫的技能 无所谓了 朕已经找到了新的纯元周边 皇上请再看这张照片 无所谓了 朕还有诗兰周边 不Q 我心里只有十七爷 哼 笑死 皇上看上的女人都和他弟弟跑了 花妃娘娘不也和十三爷抱在一起 谁说的 花马的女人也可以和他儿子跑 好好好 那朕就一一满足你们 嗯 素素女子 甄嬛 喜欢我弟 赐给圣贝勒 欲饶 喜欢我弟 赐给老十七 梅庄 喜欢找太医爽一爽 赐给卫林 一休 为了得到红十 费尽心机 朕颇为感动 赐婚三阿哥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夜兰一 喜欢我弟 会骑马 赐给老十四 赢贵人 被红十爱慕 赐婚给红十的新阿玛 阿琴娜 十分钟后 怎么样了 半小时后 人呐 一小时后 啊 皇上 夏宜的手机已经被陈剑拿走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她在草丛里蹲坑的时候 被小允子一举拿下 小允子是有一些功夫在身上的 胖橘刻错CP的本领是祖传的 速速传指 将孟静贤和幻璧 都赐给老十七做侧附金 一 一天后 听说老十七第一晚就去了幻璧房间 朕的CP果然是真的 因为好歹是个熟人 笑死 皇上竟然刻错CP了 皇上刻错CP的本领 可是祖传的 先皇刻若曦和十四爷的CP 皇上刻果郡王和幻璧的CP 弘历不仅刻了 傅恒和尔晴的CP 还刻了尔康和小燕子的CP 儿臣不但和皇阿玛一样刻错CP 还和皇阿玛一样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妃子 跟我弟弟在一起了 这不是魏英洛和红仲吗 什么叫和皇阿玛一样 这 红历是说 在宫锁新域里 青春跟着老八跑了 那没事了 原来是串剧了 那儿臣也来串剧 纯元皇后和皇爷爷 皇阿玛是树出 儿臣也是树出 树起树作 谁又比谁高贵 皇阿玛可以喜欢皇爷爷的女人 儿臣为什么不可以喜欢皇阿玛的女人 你怎配和朕相提并论 皇上将三阿哥移出了群聊 这后宫之中 要有谁 可以和婉婉相比 皇上将英贵人移出了群聊 婉婉 那臣妾算什么 你是婉婉的一号周边 甄嬛退出了群聊 几年后 这是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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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玲蓉怒被大胖局 凌晨两点 皇上今晚在哪里 朕在给华妃事情 皇上撤回了一条消息 华妃在给朕事情 皇上 臣妾想听安长在唱歌里 你就来一趟吧 一个追戏 也就该失望我了 安玲蓉撤回了一条消息 臣妾马上就来 笑死 安长在卖艺 皇上更惨 还得卖身 十分钟后 此刻朕 好幸福 好像爸爸妈妈和两个女儿 皇上将拽飞移出了群聊 更深入重的 真是难为还还了 难道我是大白天来的 毕竟婉贵人 是唯一的后果状元 我也要准学文科 几天后 这就是 闺房之乐 什么闺房之乐 然而大字不识几个 自然不明白 这明明是天乱之乐 他在说华马看起来 像爷爷带着两个孙女 皇上将安玲蓉移出了群聊 皇上将三阿哥移出了群聊 想看更多搞笑视频 神仙配音 还在等什么 关注怀秀邦吧 下期再见